大家早安,主席我们可不可以请叶部长 叶部长 刘伟委员你好 部长好,首先恭喜你担任一个新的职务 前两个礼拜也感谢你到台东去参加我们关山新火车站的启用典礼 地方人士也对你有许多的期待 部长我们在这里想来请教你 你上任之后我相信你管的是我们全国的整个发展 那就铁路部分我相信现在整个铁路工程 在西部走廊可以做的都差不多了 现在就只有台东这一块 那我在你的口头报告里面 你想台东到花莲的全线铁路电气化 你是以102年度通车为目标 年底通车为目标 那部长我们在这里要来再请教 到底可不可以再肯定一点 我们今年10月31号以前一定可以通车 因为这是我们地方非常殷切期盼的 我们刚刚许市长讲说一定可以通车 可以完工 全线我说电气化可以到台东 简单讲用白话来讲 那后面是不是可以通车要旅刊 旅刊完了确定 不然我给你一个最保守的时间 你就完工然后旅刊可以通车 我给你一个你认为有把握就通车 因为你完工没有通车 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讲它没有意义啊 他总是要做到车才算啊 报告委员啊 因为旅刊是我原制的 那委员会提出什么问题 我们我们尽快会做到 明年农历年前可不可以通车啦 就这样农历年前总是大的决庆了嘛 我们决心是要农历年前一定要把它完成通车 我们的决心是这样子啦 我要讲现实状况啦 你的决心 我小时候就决心要考上台大法律 我没有考上啊 我的决心要考上啊 我想现实状况啦 我这样工程我们都决安全为主啦 我们就想说 你要进最快的速度又最安全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给你 我总是给你一个你认为最保守的时间嘛 因为你现在讲我们地方上 大家每个所有的政治人物 从现场立委到每个立法委员 每个县议员 立法委员 大家讲都是12月31日要通车 我们这个支票不只一个人开呢 就大家都一起开这张支票啦 这好几个人背书啦 然后上次 前两个礼拜 叶部长在关山 我听叶部长讲话的内容 白话有翻译过来 也是12月31日以前要通车啊 你现在又跟我讲 我跟部长保证的是 12月31日 12月31日一定把它完成 然后后面是履刊的程序 那我现在不能把日期告诉委员 就我尊重履刊委员 是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想明年农历年前 说1月底以前 我很想跟委员做这个保证了 但是我想履刊委员 我还尊重他 那你们把完工的期限往前提 然后就可以 履刊就可以跟着往前提了 完工的期限往前提 我们实际上这工程已经提前两年了 这是蛮困难的 所以我也 市长你是兼铁工局局长嘛 对不对 你是身兼这整个东线铁路电球化第一线 我相信你整个施工的品质也是许多人肯定啦 包括三里隧道包括新的火车站 那这个最后最后的结果是最重要的 通车是最重要 是没错 那你看如果弄个半年那还得了 不会不会不会 一定不会的 一定不会 那年底全部都买好了 136列都买好了 36辆都买好了 不会 那现在就等你们可以通车啊 没错是 是 那部长 我们可不可以你还是要 12月30号 你现在不要再玩字面的 就是说怎么通 完工啊或者通车 就是 12月30号 12月30号完工是绝对没问题 那我们也以这个为目标 希望到时候可以来 那根据经验值来看 它旅刊 我们总是做这个铁路工程 以前有经验嘛 包括北回铁路南回铁路的 这样的旅刊 要多久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算出来嘛 多久的时间可以要旅刊 就是说你12月30号 我们就算你最后 最后期限13月30号 以前完工检验完毕 那旅刊 根据经验值 旅刊要多久 旅刊照我们高铁的计划 是三个月 不能那么久 那不止我被骂惨 你们会被骂惨 农历年如果没有做到皮肤毛号 真的会被骂惨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计划是一共166公里长度的 是非常大的一个计划 所以这个旅刊委员要全线去旅刊 我们还是尊重旅刊委员的这个 最后的决定 农历通车一定是我们的目标 一定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目标 我知道你的目标 报告委员 这里有两个事情 因为我已经跟我们不理的所属机关讲了 我并不希望大家是为通车而通车 今天如果说他答应了 就是说他非常难到时候旅刊有一些其他的 部长这样 这个是你担任交通部长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很大的工程 现在是目前最大在进行中的一个工程 而且是最快可以完工的 部长 我现在要求你念之在之 就是我们念之在之 希望他我们也乐观的期待 他能够在明年农历年前顺利通车 但是呢我绝对不希望我们的部署机关或是工程人员呢 因为我压了这个日期而忽略了安全 旅刊的那个那个过程 我们一定会是非常严谨把关 如果旅刊委员有意见 我们要尊重旅刊委员的意见 这样可以吧 部长那这样你最后的期限你可以知道 你现在没有办法预测可能时间还很久 一年的时间嘛 将近一年时间 比如下半年你可不可以预测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下半年 七八月的时候 七八月我们可以预论出来吗 七八月的时候可不可以 总是比较可以精准的预测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七八月的时候 我还在跟委员讲 我们这个日期宣布的话 对旅刊委员是不尊重的 我知道啦 你就把你那个最 最长的经验值加上去嘛 你说最长今天只高铁是三个月 我想这个工程没有比高铁浩大啊 是 那你把这个旅刊的时间加上去 最保守的时间加上去吧 我可以跟委员承诺就是说 委员所期待的日期 我们列为内控的 那今年 今年下半年就六七月 这工程我想大部分都底定了 我们可不可以请你在 精准的预 不要说预测 精准的说明一下通车的时间 是是 好 今年今年 这样总是会比较 合理的一个要求 是 好不就下半年 六月以后 六月来做一个 好我们尊重委员的 谢谢 谢谢次长 部长 那我们再来请教 我想在你的规划当中 你也提到 我们南回铁路的电气化 对 要整个 规划 部长根据你的 这样的 构思旗程表 我们南回铁路电气化 什么时候可以动工 那总统有对这件事情 对我们有要求 希望明年能够动工 这是我们现在设定这样的目标 那就明年 明年十月三十一号以前 我们铁路电气化 南回铁路电气化 可以开始动工 那现在铁工处都已经在做 目前是在做综合规划吧 对 在那个南回铁路电气化 南回铁路不用环品了嘛 因为它是旧路线 因为不需要环品 不需要环品 所以骑程会比较 比较比较快 对 好吧 那部长我们这部分 也要请你 这个我觉得我会把它 这个是会是我们交通部的一个重要工作 因为我认为呢 全台湾的这个铁路 一定要 部长 我说实在 这个说起来 也是台东的一个 我们知道怎么形容我们的心情 当然现在政府要做我们都很感谢 历任的政府 大家都在努力 但是其实说穿了 现在西部走廊 也没有什么其他重大的交通建设 可以琢磨了 我们现在以台东 台东为主 北上南下 现在就是全台湾的环岛铁路 就没有被电去化 而且北上南下 也没有全线双轨化 那照铁工局 我记得市长提过 如果是可行 你是南北铁路电去完之后 再来考虑全面双轨化的规划 还是 是 跟委员报告一下 大概我们对东部的铁路的改善 做这样的安排 那现在花东是电气化 还有部分的双轨 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做南回的电气化 和部位的双轨 然后再回头是做花东全线的双轨 再来做南回全线的双轨 这样我算一算 要十几年 南卫铁路电去化 跟进去提成要十年 这是非常浪大的 但是 市长 有些可以提早做 比如规划设计这部分 没有冲突 我们都没有提 都没有提 部长 我们规划设计这部分 可不可以今年 东线铁路的全面双轨化 可不可以今年就可以开始来规划设计 这个不是工程吗 这个总是经费比较少 而且对你们能力来 不会负荷太大 我们会编内这个预算 那也希望 我们委员的协助 我一定会支持啊 能争取到这个预算 对 那你们的计划当中 什么时候可以啟动这个全面双轨化 全面双轨化最快的话是明年开始 因为今年预算 明年开始是做到什么程度 明年开始是做的 是你要提这个 构想而已还是已经进入细部设计的 那还是要从可行性研究开始 因为牵涉的 这些沿线的所有的 部长可行性评估总是比较最奇出的计划吧 是是是 我们今年就来做 那不用很多钱吧 部长 但是没有钱啊 是确实没有 目前我们今年的预算是很拮据啦 但是呢 在政策上呢 我认为呢 台湾的铁路路网 全面双轨化 全面电计划是一定该走的 那的确过去 我也觉得呢 过去稍微走的慢了一点 所以今年虽然没有预算 明年我们一定编预算来 来来来来 也请委员来支持做这件事好不好 部长这样啊 全面的双轨化 就是以台东为主的全面双轨化的可行性评估 最慢明年会来做可行性评估嘛 但是我们尽量 请你来争取 这个不用很多钱 交通部那么大的预算 我们今年挪点钱 先来 我们来研究一下好了 今年 可行评估 我相信几千万就可以 我们来研究一下好了 几千万 几千万可以 几千万对交通部来讲 没有很 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来研究啦 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的 这个据我了解 我们的预算是非常的拮据 因为各个地方 那你跟次长 会后你们再研究一下 下次我再问你 下次可能就下个礼拜会再问你 谢谢 部长那我再请教 我们在台九县的整个 金鲁的外环道是三 前两个月已经发包了嘛 然后 安硕到草浦的隧道工程是要 好像三月份要发包 对 这请我们吴局长来说明 对对 局长 没有局长 没关系 那个发包那个我没有意见 就是照 反正都是在动工 我现在提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看这一次的台九县的南回路段改善工程里面 它其实 当然沿线有些拓关或桥梁或是隧道这个我们都很支持 这个出来的出渣的东西去帮他填 你们现在要填男性路段我知道 你就是隧道挖的要填男性路段嘛 但是不只男性路段清 我认为你 局长你找时间我们一起去看 好 多良路段的前后清我认为那个海岸打得更严重 比男性路段不雅以男性路段 我们会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这个一定要处理 不然没差让你走啊 对对没有错 前后做好就中间那段断啊 对对没有错 好我早上可以委员去 好不好 好 部长再一分钟 部长因为时间的关系 部长 我相信刚刚许多的委员会提到这个机票涨价这样的问题 部长 我记得你在报上有停过 你会 包括 黎建峰的票价的差距啊等等 你会想骗到措施 那我在这边 因为最后的审查权就在部长的手上啊 虽然 他 航空事业绝对不是任由他开放 完全百分之百免 他跟杂货店不一样 杂货店他要涨价 一包抛面要卖五块十块 我们管部长 但航空价费 这是个特许的行业 部长 我们在这里要求你要做最后的把关 而且 你刚提的那配套措施 包括 黎建峰的配套措施 包括补贴的政策 如果还没有全面的时候 部长 你要立党这个 涨价 因为 我们会非常的 部长 因为在审核 国内航空线的时候 事实上 这些航空公司他们非国际航线 他们争取国际航线的时候 已经把他非国内航线这样的责任 给义务 把他当成一个加分的项目了 我们会非常慎重来对比这件事情 谢谢 好 谢谢我们刘兆豪委员的咨询 接着我们请林国正委员